娘 你醒醒 你个爱牵刀子 要死就死在外面 跌在家里你还得赔丧葬费 真是晦气 就是 娘 你看 她手动了 你看 她真的动了 这哪动了 这一点动静都没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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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不是说有话要问她吗 你去啊 你去啊 你是人还是鬼啊 你才是鬼啊 全家都是鬼 娘 你醒醒啊娘 不管我食要 要怪你就怪娘 她嫌弃你生不出儿子来 就不跟你吃饭 你没想到 你没几天就饿死了 你说 我是饿死 我谁啊 这是哪 丁妹啊 这 这是范家村 你是范家老二的媳妇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主播 今天我们挑战的是 一分钟吃二十个馒头 攝影 娘,住行,娘,娘快醒醒,大宝,快快快,我们得赶紧找个人来看看,大宝快走,大宝。 娘,你没死啊。 既然我来了这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们一定会好好过日子,再也不会让他们欺负你吧。 娘,你一定饿了吧。 快吃点东西。 这不是鸡屎吗,人怎么能吃鸡屎呢? 娘,你不会饿糊涂了吧,这鸡屎可比我们吃的好吃多了,这可是今天的剩饭,我们都只能吃昨天的剩饭。 什么破烂家庭,人怎么能吃鸡屎呢? 娘,现在不吃,等会儿被二奶发现就吃不了了。 那今晚又得饿肚子了。 这个老幽黄,对自己亲孙女都这么恶心。 娘,那你们吃,好吃的。 多二年,老母亲,有的有的。 好吃吗? 好吃。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顿饭了。 想不到我堂堂美食博主就要吃这种东西。 你们放心吧,以后我带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嗯,咱们大鱼大肉的吃。 嗯,嗯。 还好这回有大仙咱,那个毒妇竟然假死吓你。 好啊,你个贱妇,你敢装死吓我。 娘,那寄龙里的老母鸡咋不见了? 什么味道? 娘,你看。 你们吃的什么? 娘,娘,你看。 老母鸡没了。 姐夫。 娘。 你是不是把老母鸡给我藏起来了? 老母鸡你们是见不着了。 不过鸡骨头倒是有的,可惜你们来晚了。 不然还能喝口汤? 这鸡也太长了,根本就咬不动。 我的老母鸡啊! 老母鸡啊! 你个贱妇! 我儿子每日里在府城超书赚钱。 你在家,好吃懒做也就算了。 你竟敢把我的下蛋老母鸡给宰了? 我要打死你! 打死他! 这儿,这儿。 阿奶,这蛋母鸡是我要吃的,跟牛没关系。 你要打就当我吧。 不要打,娘。 你们两个,吃里扒歪的赔钱货。 我今天,我连你们一块收拾我。 打死他们! 打死他们! 赔钱货? 你全家都是赔钱货? 还有你,别吃了,都胖得跟猪一样。 吃什么吃? 你又娶不着媳妇,我给你吃啊。 还我包子,我的包子! 你敢放我孙子? 借货,你连个儿子都生不出。 你还这么嚣张? 我今天,我非要我打死你吗? 胡水清,你要造反你啊! 娘都敢打。 哎呀,大家都来看啊! 这儿媳妇在这儿打伯伯呢! 就是啊! 都看啊! 都来看啊! 那个老东西打不了,那我打什么绿茶也打不了吗? 我最讨厌绿茶了。 胡水清,你疯了! 对,我疯了! 妈妈,今天不打你,跑不了! 我看啊! 娘,你打人了! 娘! 你住手! 你住手! 你住手啊! 你还跑? 我救你了! 你身体也太虚了,才跑了几步就跑不得了。 你把棍放下! 我告诉你,谁再敢欺负我们家仨,我跟他拼拼! 来吧,大孙子,这腊肠,奶奶专门给你做的。 你们仨赔钱货,还敢上桌,回那边吃去,那边菜都馊了,鸡都不吃了,你让我们怎么吃? 有的,给你们吃就不错了,还敢嫌弃! 你要是像我这样,肚皮争点气,给娘啊,生个大胖孙子,要什么吃是没有啊? 女儿怎么?家里边的活都是我们娘三干的,闲是孩子他爹正的,我们怎么就不能上桌吃饭? 你想知道凭什么?凭这个家,我说了算! 买米饭是我们才能吃的,你们永远都别想吃! 咽什么口水啊?要怪就怪你呢,没出息的妈,没把你们生成带伴! 连个儿子都生不去,还敢跟我交心? 别吃了! 出去!把刀放下! 我说了,谁再敢欺负我们家仨,我跟神拼命! 哎,弟妹啊,咱们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你先把刀放下呀! 一家人,一家人就应该同吃同住,不能区别对他 不行!这两个赔钱货,早晚都得嫁出去,让他吃那么好的,就是浪费! 哎,就是啊,弟妹,我们都是为了大鸭二鸭好呀,怕他们吃太胖了,以后呀,嫁不出去啊! 竟然不让我们吃? 他就都别吃了! 你个贱妇,天底下哪有你这样恶毒的儿媳妇,竟敢先伯伯地犯出啊,你想造反吗? 造反?你以为你是皇帝啊? 贱妇,等我儿子回来,我让他修了你! 你最好让他修了你! 大宝,金花,咱们走! 娘,我们以后还能吃白米饭吗? 可以,不仅有白米饭,还有大鱼大肉,你们想吃什么,娘都给你们做! 不能再和他们,住一起了,必须得分家! 不过,你先赚年纪,我唐唐二十一世纪大学生,再古代这么强,应该是轻轻松松吧! 娘出去转转,你们俩在家里待着,放心吧,有娘给你们撑腰! 嗯? 娘,必须好好制止这个湖水清,他也太不把您放在眼里了! 我正在想办法! 我已经找好了鸭婆,把那两个赔钱货卖了,给那个贱妇点颜色看看! 好,就这么办! 我看到湖水清还能嚣张多久! 没想到古代遍地是吧? 竟然还有和手窝啊,人生这些昂贵的药材,到时候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可以给大鸭和二鸭买两件新衣服! 什么?二两银子,你当买猪崽呢? 就是,这两个孩子不仅长得俊俏,还特别能干活,至少也得五两银子一个! 五两银子?你抢钱啊!这两个丫头骗子瘦得跟皮包骨一样,一看就不好生养! 给人家当同样席都没有人要,只能卖到窑子里!三两银子,不卖就算了! 四两银子! 成交! 阿姐,阿奶和大娘要把我们卖了! 走,咱们去找娘! 阿奶她们跑了! 赶快把她们追回来,别让她跑了! 范娟儿娘子 怎么了? 范娟儿娘子,你娘淋下了牙脯,要把大鸭和二鸭给卖了! 什么?这老不死的,竟然敢卖我女儿? 我要回去把她家组分跑了! 你们两个小陪小户,再给我往外跑,我就打断你们的腿! 活该,就该打断腿,就该打断腿! 阿奶,不要卖了我们,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干活! 我们再也不吃白鸣饭了! 晚了,要怪呀,只能怪你那不吃好奶的娘! 钱货良青,人我带走了! 你们要干什么?你敢卖我小啊? 现在你跑你们犯家祖签! 娘! 别怕,娘回来了,赶紧,进宿吧! 范大娘,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收了钱,不想交货是吧? 你个贱妇,赶紧把人送过去! 你个老妖婆,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奶奶,卖自己的亲孙子! 你敢骂我? 弟妹呀,这大鸭二鸭日后总归是要嫁人的,彩礼呀,也不一定有四两银子,不如趁现在卖个好价钱,卖了换钱买肉吃! 这么小鸭,你怎么不卖你儿子啊? 白白胖胖的,卖了送到宫里面去当太监,卖不少钱,哎,这模样,宫里肯定喜欢! 范大娘,这小胖子我出六两银子! 我才不要当太监呢? 贱妇,竟然想把你的亲侄子卖到宫里当太监! 胡雪清,你简直是蛇心心肠! 怎么,许你卖我女儿,不许我卖你儿子啊? 你那两个赔钱货,怎么能跟我这大孙子比啊? 我大孙子还要为我范家传宗接代的! 就你们范家那资质? 不传宗接代也罢! 范大娘,刚才那小胖子我再加四两,总共给你十两银子,你看怎么样? 不卖,不卖,不卖,把钱还过来! 拿过来呀,真会气,耽误老娘的时间! 你! 慢着,既然过不下去了,那就分家! 娘,弟妹想分家的话,不如就分了吧! 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我说不行就不行! 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我这是在通知你 我已经找人召话给方楼,他明天就回来 你个贱妇! 谁让你叫我儿子回来的? 他一天不抽书,这耽误挣多少钱吗? 娘,他竟然敢这么对您,他给您甩脸色,一定要给他教训 你有什么办法? 我去先销售回来 草莓 我特意给你买了个老母鸡,炖的汤,你得多喝点啊! 水清啊,之前是我们做的不对,千万别往心里去 娘,大嫂,你们对我可太好了,这汤应该你不行 水清啊,这鸡汤可是娘亲自给你盛的,你要是不喝的话 还是在怪我们呢 就是 我喝 哎,多喝点 你们也喝,哦,喝,我喝 娘,快盛点 好好好 真不错 水清,怎么了 啊 这药效这么快 大嫂,你送我回房间休息吧 好好 范大娘 这是说好的三鸡大鸡 事成之后再有三鸡大鸡下屏 你进去吧 事成之后 我心 这 就是你的了 是 快去吧 小美人 我来了 哎呀 老大老二啊 你们终于回来了 阿乃 二婶子和狗蛋书在房间里面玩,你耐火我 什么 这个贱妇,他竟敢勾音野男人 是不是大宝看错了 弟妹平时老是芭蕉的一个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 我相信水清 我相信水清,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哎呀 我这做不合坡的 自然也不会相信 水清会做出这种事情啊 既然如此 那咱们就到房间看看 以免误会水清 也就算了 他真是个不知廉耻啊 他大白天就把那野男人领到家来了呀 什么 娘 老二家媳妇平日里还欺负你很惊慌 哎呀 老二 你是读了书的 农些道理 这样的婆娘不要也罢 赶紧修了他 对 他就是败本咱们范家的名声 必须修了他 娘 先向来老实本分 怎会做出这种事情 你 你还借着贱妇狡辩 我看你这些年就是读书多傻了 怪不得一直就是一个秀才 还不相信 我现在就打开门 让你看看这道 狠狠男人的模样 娘说谁头男人 娘说谁头男人 你 你怎么在这 你应该是 这只老母鸡 真是可惜 我本来买来是用来下蛋的 娘 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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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娘說我不應該在這 那我應該在哪 你在那里面嗎 大雅二雅呢 這就是我老公 這也太帥了還是個秀才 但是看著一點也不聞了 我的雲基也太好了 哦 那我回屋睡了 這是我給你們帶的一些小玩意兒 沒事可以解問 他怎麼跟以往有些不一樣呢 畢妹你在這裡那 那屋子裡的是誰 進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喂 不能開門 這這這這肯定是搞錯了 搞錯了搞錯了 哎哎哎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小美人 好 你這這小美女 你這個賤人 儘管背著我公衣的男人 你給我讓我讓我讓我 那 這個賤人 你不是水晴 雪珠 不是我 你要相信我 偷男人的 是胡水晴 是你 胡水晴 你这个贱人 是你毁了我的清白 大嫂你不要乱讲话 我怎么毁你心的 又不是我逼着你找男人 你这个贱妇 肯定是你搞的鬼 我搞狗 是我给他下药了 他给我逼和他找男人 难不成 他狗蛋也是我找来的 你给我动脚 胡水晴 我要杀了你 你 你们都这样了啊 现在还在跟我狡辟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都头晕沉沉的 再说了 我跟他什么都没发生 范建柱 你不相信我 我要在那宝贵娘家 还有你个狗蛋 这个是我婆娘 我打死你 你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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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柱 这可不怪我呀 是范大娘 还让我这么做的他 你胡说 天柱 他咋给我扔上去 娘 让我再说 他若是敢污蔽 我们绝不会放过他 是范大娘 怕让我给他三斤大米 让我失了护水晴 事成之后再给十斤大米 让我取了护水晴 这我 我不让是你媳妇啊 你 我打死你 我 我站住 站住 娘 雪姓她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要这样对她 老二人 我能做什么呢 你相信我呀 那这又是什么 是孙几华 孙几华他偷男人 被人发现 他往我身上泡脏水呀他 范天柱 大家给我修了 范天柱 你要是敢修了我 我就带着大宝回娘家 一辈子不回来 敢 大宝是我们范家的中 我有什么不敢 我还要把你平日里怎么对待 湖水晴的事情全都倒入出来 我看谁还敢嫁入范家 不再胡说八道 我就死了你 难回 要不是想毁了湖水晴的名声 让老二修了他 我怎么会 老毒妇老毒妇老毒妇 我 你闭嘴 我可以不让老大修理 但是你听我的话 出去给我胡乱说 你信了老命 我也绝不放过你 娘 水晴她是我妻子 是你儿媳妇 你为何要这样对她 日后我与她该如何相处 没有老二的 我真的没有啊 既然你们都不承认 那就报官 不要报 让官老爷批一批 不行 不能报 好 也可以不报官 但我有个条件 增加 平衡 你不是 好 一共139两 还是野山绅之前 一两零湿 三十两零湿 一共四两 这种百年老山绅 卖了120 是没想到 不仅有何首屋 还有野山参这种好东西 在那呀 明天 继续来挖 咱家的美好日子 就靠现在了 没想到你现在还认识药材 这可比我超书赚得多 我也是偶然间 结识了一位药农 才熟悉了一些中药材 不过这些机会 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当务之急 我们要赶紧租个房子 住下来 走吧 还行 打扫打扫也能住人 毕竟便宜 一个月才四百公前 娘这就是我们以后的家吗 这只是我们暂时的落脚地 娘做生意赚了大姐 就给你们画一个更大的招牌 这段时间太行 我也是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吗 走吧 看我先买的衣 声索 快点 你也想要 啊 洗澡 对洗澡 你真是大色女 娘子 你一个人在做什么 怎么这么丑 在想赚钱的法子 我的独家秘方 胡氏臭豆腐 要不要尝一尝 这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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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娘做的臭豆腐很好吃的 休休 爹娘 这这么大了还精髓 哎呀 这是爹娘给我们生爹爹妹妹呢 我们不能看快走 快走快走 还挺好吃 什么 东西都饱了 不然你 我去忙了 快 我有事要对你说 这是我之前超书赚的钱 之前寄回家给你的 都被娘拉走 于是我索性留了一些 以后你养家 我挣的钱都给你 要不 你还是别超书了吧 就在家安心备考 努力考起功名 超书也能读书的 超书多分心啊 你不用担心钱 我能赚钱 你要是真的觉得愧疚我的话 就 努力读书 争取考个状元 我也能当状元夫人 好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状元郎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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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清晨又愚蠢的眼神 完了完了 我感觉我被他彻底迷住了 我 脸上有什么 小文看你睡啊 不是 你快去读书吧 我要准备准备 明天臭豆腐快要开业了 需不需要我帮忙 不用不用 你快去读书吧 好 来来来来 太臭豆腐了 太臭豆腐了 又香又辣的臭豆腐了 开业大厨宾 第一饭不要钱 不好吃不要钱 快来尝一尝 看一看 你这豆腐从毛孔里拿出来的吧 哎呦 还吃呢 我回忆一下的肚子 胡水清 我看你是想钱想风了吧 居然拿屎在这里卖 我卖什么关键 大娘我们卖的不是屎 是臭豆腐很好吃的 两个死鸭的骗子弄什么样 胡水清 你个贱夫 连这种黑心钱都想赚 就是啊 真是败坏我们范家的迷胜 今朝非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好啊 你不是我卖的屎吗 来 你再来捣了我泼你啊 火把 没想到你的臭豆腐 那么好吃啊 怎么回事 臭烘烘的东西 居然这么好吃 周老板 不可能骗人吧 周老板 你是不是搞错了 这用屎做的东西 怎么会好吃呢 你应该把它赶走才对呀 就是周老板 不会是吃屎中毒 出现幻觉了吧 周老板 你们算什么东西啊 我做事还要你们教 老板 我想跟你谈个生意 周老板解决心 我想买你这臭豆腐的配方 以五百两银子的价格 怎么样 五百两 周老板居然用五百两银子 买些这个臭豆腐的秘方 这绝不可能 我不相信 周老板 你肯定是搞错了 就是 这用屎做的东西 怎么可能好吃 绝对不可能 胡老板 钱少 那我再加五百两 一千两 一千 一千两银子 这辈子也花不完呢 我不相信 我绝对不相信 周老板 你肯定是搞错了 是啊 这用屎做的东西 怎么可能只一千两 胡瓜 真的是 大死我都不相信 周老板 你一定是气糊涂了 都开始说虎话了呀 胡世青 你还不赶紧给周老板道歉 你俩最好把嘴闭上 胆敢再闹 把你们嘴绷上 郭老板 不要被不相干的人打扰 咱们继续 周老板 不管您住多少家 我都不会把配方卖掉的 但是 我们可以合作 怎么合作 你出银子 我出技术 咱俩合伙开店 当然 我这臭豆腐 也能放在你们红韵酒楼里买 具体的销售细则呢 咱们之后再详谈 行 胡老板 你快做臭豆腐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想尝尝臭豆腐什么味道 我也要吃 我也要吃 没了 这会儿没了 大家刷头刷头 滴妹啊 没想到 你还有这等技术啊 油壁官方 这样子 我跟娘到福城来买东西 这出门太急啊 身上银子没带够 想着跟滴妹你借点银子 哎呀 也不多 一百两 一百两 你当我钱装呢 把你们饭家卖了 你一百两吗 嘿 胡水清 我好歹是你夫妇 你的钱那就是我儿子的钱 这儿子给娘花钱 那是千金的义 滴妹啊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说你现在 这这么多钱 借我们一百两一次 也不为过吧 我挣的钱都是我自己的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 你什么你 你再来倒乱信不信 我动手打人了啊 你 胡老板 需要我帮忙吗 周老板 那麻烦您 帮我把这两只 凡人的苍蝇给赶走 嗯 姐夫 走开走开 快走 等着你 嘿 嘿 这胡水清太没有良心了 不就是卖个臭豆腐吗 他可以卖臭豆腐 那咱们也可以卖呀 可是我们不知道臭豆腐的秘方啊 这有什么难的 那不就是放在厕所 只要弄黑一点 臭一点 那不就出来 还得是娘 爹 你们累了吧 怎么会 赚钱可不累 猜猜我们今天赚了多少钱 五百文 你看不起谁呢 上去 一两银子 爹 我们今天一共赚了三千四百多文钱 合计三两多银子 娘亲真的好厉害 我也没想到 臭豆腐居然这么受坏了 明天 我还得再多准备点 明天 你需不需要我去帮忙 不用了 你在家读书就行 你们饿了吧 我已经做好饭了 快去吃饭吧 那个 弟弟娘亲 我们不饿 你们吃吧 走 好 你快尝尝 他们没吃 建议下次别做了 這麼难吃 香果 你适合去读书 今仅不适合你 你今天 有点反常 又是做饭 又是要干活 不是献殷勤 非奸击找 说 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 说 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 我怎么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事 那你今天怎么 我听说 娘和大嫂今天又去找你麻烦了 要不这样 以后我跟着你一起去 哦 还以为什么事呢 小事而已 你就好好在家读书 家里安静些 我在哪都能读书的 况且我是一个大男人 还能帮你做一些体力活 如果你被欺负了 我也能帮你 那也行 啊 那个 我听说 你和红韵酒楼的周老板 不是最深 你不会吃醋了吧 我跟周老板 这是朋友关系啊 再说了 他就是个老男人啊 我的审美哪有这么差啊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呀 我没有不相信你 我就是不相信其他人 那行吧 以后我再去卖抽豆腐呢 你就跟我一起去 反正也卖不了一条 等我和周老板的店不开起来 我在这儿躺着 等着挣钱 都是你 来一下呀 来点 来看看 真的吗 谢谢 哈哈哈哈 胡老板 生意兴隆了 这位是 是周老板吧 我娘子跟我提起过你 多谢你对我家的帮助 啊 周老板 这是我相公 范芳勇啊 原来是胡老板的相公啊 久仰久仰 周老板今天怎么来这儿了 差点忘了正确 我手下人打听到 对面开了一家饭人处豆腐 我想着 他肯定跟你打了一台来着 你啊 那不是阿奶和大娘吗 他们也会做臭豆腐 他呢 坐起来了 你们看着摊子 我去看看啊 我也去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大人的是小孩掌握 你们两个在这儿看着摊子 我和你娘亲喜欢 阿姐 我怎么感觉 爹爹没有以前那么喜欢我们了 爹爹以前冷漠 娘亲性子软弱 说娘亲是扶不起的阿斗 不喜欢娘亲 所以够喜欢我们一些 自从娘亲上次醒来大便药后 爹爹越来越喜欢娘亲了 什么感觉又不是臭啊 爹妹啊 你们这是来恭贺我们新店开张了吗 这事啊 还得感谢你们 要不是因为你们呀 我们也不知道这卖臭豆腐 还能这么赚钱呢 老二 你不在书房抄书来这儿干吗 我已经不去书房抄书了 现在好了 未占今年的乡市 母书读了这么多 还只是个秀才 别考了 考不上的 你要能考上 我家母租的御小数人 我们已经分家 我的事就不劳烦母层担心了 没有抄书影响 今年静女生 你个臭小子 我让你读书那是为你好 怪我 造的什么孽 怎么生出你这个呗呀 就是 娘也是为了你们好 这做人呢 最重要啊 是要有自知之明 你说这小书要是考不上 又没有了收入 一家四口不还得饿死吗 到时候 可别来求我们 我真受不了你们了 我相公 竟然被你们给说教 他考不上有我呢 我养他 你养 你凭什么养啊 就凭你买那几块臭豆腐赚钱 当然 弟妹呀 臭豆腐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们已经做出来了 到时候家家户户人人都会做 到时候谁还会买你的呀 小老板 你跟他们合作 不如跟我们合作 我 还是相信胡老板 我本来还担心 有没有人能做出来呢 现在 不用担心了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是希望你们的生意 像你们的烂豆腐一样 在毛测里发烂发臭 你个贱妇 你敢死伤我吗 娘 水清不是你们想打想骂的 逆子 逆子 娘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他就怕我们抢他的生意 我还怕你抢我生意 要不这样 咱们打个赌 三十 都犯家的家产 娘 您不是水清 对 我劝你们 赶紧去家 你敢瞧不起我 好 那我们赌了 闻这臭吃这香的饭是臭豆腐 路过的各位俊男亮子 来来来来 大家快点来呀 老板 你这臭豆腐 怎么比胡适臭豆腐还要臭 不懂了 这臭豆腐呀 就是闻着越臭 吃的越香 这臭是臭 而且我们饭是臭豆腐 比胡适臭豆腐好吃百倍 快来吃呀 来来尝尝 来来来来 慢点一个一个来 你臭不要钱啊 对啊 他们那么不要人 我们该怎么办 今天我们来玩新鲜的 今天我们胡适臭豆腐 今日推出重粉福利 来回馈粉丝专场福利 凡事买三份 送一份 买十份 送四份 预告速速 否则没有啦 今日特大优惠 这便宜不占 没道理啊 我买 吃饭 别走 给我来一份 来来来来 吃饭 吃饭送到那边 怎么办 来一份 来一份 饭是臭豆腐 大小炸 只要十文钱 就能买了一份 有香有臭的 饭是臭豆腐 大家快点来呀 来呀 快点来呀 十文钱 你胡适臭豆腐 请一半 给我来 谢谢 快点 我 我 不才也是酱 这 nutrient 来不常常常常 他们有那个出来 来来来 啊 这臭豆腐的有屎还有居 臭豆腐的有屎还有屎 你咱乐不吃屎 但是不吃屎 开玩弄 听我说听我说 这臭豆腐它不就是史作的 谁说臭豆腐是用史作的 臭豆腐是用臭水弄出来的 但是臭水它又不是用史作的 臭水是通过生物的蛋白质精进分析 融合中所形成出来的一种原料 哎呦反正说多了你们也不懂 你们只要知道我们的不是臭豆腐 安全健康口感非常有保证 给我打他全是打他 你别打呀 怎么会不懂我臭豆腐又史作 让我出了这么大的仇 你别知道臭豆腐有问题 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你是诚心让我们出仇 就是 跟你们说了让你们走你们不走啊 那你为什么不多提几遍 还真是臭不要脸的 我懒得跟你瞎吹 范家家产给我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啊 姐花 走 娘 你明明承诺我们的 怎么能出尔反尔 我就你赖了怎么着吧 我是你娘 范家还是我说了算 就是 娘 范家的家产可不能给她吧 你放心吧 哎呀 只只嘴上说说而已 又没有自觉 现在也太胡断到洪水清了吧 你其实马上马上就三年一亿相识 老二要去家相识 到时候 孤儿寡伍在家 不还是由我公任意拿捏吗 路上住一圈 别慌张 发挥出你的正常水平 一定能考上 我怎么会慌张呢 口袋里呢 我跟你放了五十两银子 不用太省着花钱了 你再加好 等我考完就回来 好 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 你考策诺的时候 不行医生 是什么优秀老母亲送儿子的感觉 哈哈哈哈 哎 小娘 去哪啊 大爷我烈个烈的呀 啊哈哈哈哈 来人啊 救命啊 哈哈哈哈 叫 你使劲的叫 叫碰喉喽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哈哈哈哈哈哈 小的败 大 抓起到家去 不是 小的 小子 败了 哎 哈哈哈哈 啊 谁呀 爹爹啊 原来是这小条子的账 好啊 你敢打我 亲自抓了 看我去是怎么欺负你妻子 欺负你姑娘的 哈哈哈 大哥 大哥 睡不觉 哎 好了 你在哪嗎 下午?你沒事吧 啊 娘娘issance午了 感覺怎麼樣還好嗎 我這次怎麼了 爹爹昨晚好厲害 一罐子就大泡流失去了 你没事吧 我们没事 倒是你一个大男子汉 你居然晕血 哈哈哈哈 香狗 昨晚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我们 啊老爷开门呐 恭喜范老爷中香是第一名 晉云 我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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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感谢 感谢 你啊 那果甚在不知怎么的 居然没有下手成功 真是一群废物 无数不及之力的女人都搞 不过娘我听说小时候中学 还是第一名戒员什么 搞中了对 哎呀哈哈哈 我范家祖宗保佑啊 终于出了个巨人啊 季华 收拾东西 我去老儿家一趟 走 等等 我身为他娘家 把我的侄女 孙玉芳 借过来 娘子 怎么今天这么丰盛 你中了巨人 当然要好好庆祝一下 我去叫大鸭二鸭来吃饭 弟妹啊 你们正吃饭呢 哎呦看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呀 起开 翠芳 来 坐这儿 娘 你这是做什么 哎呀 这不问你表妹 你这不问你表妹翠芳啊 听说你中了巨人 特意来贺喜的 你还记得吗 之前 你们两个的 感情最好了 以后你可得好好照顾他 娘这是看我生不出儿子 要给方圆 要给方圆你纳窃呢 什么 娘 我是不可能纳窃的 我有水清一人足矣 老二 你现在可是举人老爷 连个儿子都没有 传出去 像话吗 是啊 翠芳 你走吧 我们家不欢迎你 哎 哎 哎 翠芳啊 翠芳 翠 老二 你真是反了天了 继续我把花放走 这个蟹 你必须给我纳 就是啊 金花 走 娘子 对不起 我娘她 你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纳窃的 我范芳员 如果背弃了对 湖水清的蟹蟹 我范芳员 天哪 你怎么能发这种毒誓呢 我相信你 老二啊 水清不在家吗 她有事出去了 不在家就好 老二啊 上次确实娘错了 这纳窃这事啊 娘应该征求你的意见 不过这次 你表妹啊 特意给你喝喜来了 这鸡汤 就是她炖的 哎呀 快 喝鸡汤 娘 我今天吃过饭了 喝不下这鸡汤 那怎么能行啊 这好歹是你表妹的一番心意 必须得喝了啊 来 鸡汤还得趁热喝 来 还挺快 一会儿 这鸡汤 娘 给我下毒 老二啊 娘都是为了你好啊 翠芳 你表哥晕了 嗯 还不赶紧 上床休息 他怎么回来了 不能让他发现 就是 你们怎么又在这 这是我儿子家 想来就来 就是 你没资格管我们 你们开心就好 方元呢 方元 他 他那个 方元去聚会了 想骗我 方元跟他那些同创 根本就说 说 他到底在哪 哎 也好 你还好 既然你都知道 我就不装 实话告诉 方元早就厌恶 就是 上次 或是你在场 给一个面子 这次你不在家 方元 立马就和翠芳好 啊 啊 啊 方元 方元和翠芳两个人在里 玩的黑着不可能 相信方元不会做你 让他就不让你进 我怎么样 哎 哎呀 你 哎呀 哎 那個翠芳你這怎麼了 狗母 而表哥 你願死撐著也不讓我碰他 什麼 哎 哎呀你 跑啊你個老公子 竟然下都獨自己兒子 你這個賤婦你給我等著等著 翠芳 是 歡迎大家前來寶草 我們進店馬上開業 進店開業大手邊 買三贈一 買十贈四 還有額外的大禮包 聞著臭吃吃香的臭豆腐 歡迎各位進店品嘗 歡迎歡迎 臭豆腐 看里邊行里邊行 讓我笑 一會兒 我看你們還能笑得出來 就是 老四老四 我的頭好運 你弄得好痛啊 老四老四 老四你怎麼了 天生 你們的臭豆腐裡放了什麼 火門正 老四怎麼回事啊 知道 天生 我男人因為 車他們家的臭豆腐 現在肚子疼 人家是他們家臭豆腐不敢講 哎呀 水青啊 你怎麼能做出這上天害死的事呢 也都怪我這婆婆沒有教育好 這個兒媳婦 弟妹呀 你竟然能做出這樣的事情 簡直是 三天兩岸你 砸了他們的天墓 打死個天生 不要那麼近年害的 是我家大人 一個年害的就是你們大家呀 砸了他們的天墓 打死個天生 砸了他們的天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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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豆腐 質量都是嚴格把控的 根本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周老闆 這要是沒出人命啊 我們信 可這偏偏出了人命 那你總得 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吧 就是啊周老闆 你要是拿不出證據來 那你狡辯 先生 我男人就是吃了你們家的臭豆腐 才出事的 你們還有十八號狡辯的 心不想的電解 去找大夫 然後暫停移民 看火機們保護好電力 不要被砸了 但也不要動手 再去找人報官 查查我們自己有沒有出力 好 你們看好 走 沒事 看著我車子坐 都是給你 看看走 各位 稍安無躁 出了這種事情呢 我們也很抱歉 但一定會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覆啊 你這場面話說的 我就做活潑的一聽不下去 可這是一條火生生的人命 難道你的心裡就沒有一點歸敬嗎 哎呀 我家還有四個孩子 要是我男人死了 讓我們孤兒寡婦哥怎麼活呀 弟妹呀 這座人 我不能吃了良心啊 砸了他們的店鋪 趕著天上被 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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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 光差來了 哎呀怕什麼 子君一口就是他害你 梁子你沒事 尖上你們居然還敢惡人心後座 大人 我找男人就已經吃了他們家的衝動 不再出事 你可一定要為我做主啊大人 哎呀大人呢 這尖上太可惡了 你趕緊把他抓緊 是啊 你禀償一命 讓這奸商賠命 還望大人 儘快查清死 關柴面前你們還敢狡辯 把店鋪封了 走到 放下何人 所告何事 大人 迷腹張勢 狀告胡水抽豆腐 兩位奸商 謀害我男人性命 還有人證 有 大人 我是胡水清的婆婆 今日沒有交好 讓她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情 事已如此 我也只能大義滅親了 大人 我也可以作證 還請大人秉公執法 大人 你可不要怪我和娘啊 怪呢 就只能怪你太多次了 淘天 大人 還請您將尖上繩之一方 為我們主持公道 你是周大龍 可可認罪 大人 李四不是我們害的 不認罪 謀財害你 真是好大的一筆帽子扣我的 大人 我請求把李四帶上 現場看看他到底有沒有中毒 糟了 老四是裝的根本就沒中毒啊 這下咋辦 大人 我男人中了毒 恐怕性命垂危 來不了了 大人 大夫已經帶來了 你可以接著 他到底有毒 戴李四 草民 就是吃了他們家臭豆腐 才肚子疼的 大夫 去看看 他到底有沒有中毒 大人 草民檢查了 這李四 確實是中毒了 啊 韓大夫 你確定沒有看錯 他真的中毒了 多老外 老夫行醫術十字 龍未出 這李四 正是服用了 紅線石粉末 導致的毒 大人 如今真相你就大外 還請您為我們主持公道啊 大人 大人 吳水請做出這點事情 還請大人嚴懲 我們玄武犯去怨言 大膽忽視 周大龍 請下午謀害百姓 證據確鑿 先判裴利四二十兩銀子 仗刑二十 即刻刑刑 小姐夫 這回可死定 娘 就湖水清這小身吧 二十板子 估計要了他半條命 大人 這是真不是我們做的 大人 我與李四無怨無仇 我為何要嚇不怕 對 我們與他無怨無仇 為何要害他 這定有人陷害 還請大人明察 虎水清 你為了賺錢 丧心病狂 做出這種惡事 你還敢狡辯 我們范家的理 都被你弄光 此案本就一點準 當然要查清一點都高 大人 學生范方元 請求與李四對比一方 范方元 可是 身為仇明的范家 正是學生 大人 虎水清是我的妻子 我相信她不會做出此事 她是你媳婦 你肯定想著她說話 大人 你可不服 我可以用我的名聲擔保 如果真是她做的 我與她一起受罚 並且 絕了自己的喝取之落 憲哥 你怎麼能發這種毒誓 無許多言 我相信你 李四 你確定是吃了我們的臭豆腐 才肚子疼的 當然了 大人 此人自首 說我正是下子 大人 透明阿武 是胡老闆讓我下子的 這就是胡老闆給我的報酬 阿武 你亂說什麼 胡老闆怎麼可能讓你下毒 就是胡老闆 就是胡老闆讓我下毒的 你 看來是我小瞧他們 是殺我所提高 趙大人 趙大人 現在證據表明了 就是胡氏這位奸傷害我男人救命 求您立刻懲罰這奸傷 胡老闆 水晶啊 你還是趕緊認罪吧 你認罪了 說不定 大人還能減輕一點你的負心 阿武 我什麼時候 叫你去下毒 換句話說 有沒有人能夠證明我們當時在這交易 胡老闆 昨天晚上 可是您親自交代我給李斯下毒 你給了我一袋子錢 還有一包藥 當時 確實沒人看見我們倆 他就是沒有證據了 大人 我一沒有殺害李斯的動機 二沒有確實的證據 能夠證明是我下的他 那為何他們都認定是我的錯 大人 我們真的是冤枉了 你 簡直就是在狡辯 大人 這定是有人在栽贓獻 還望大人還我一個清理 可按證據補 不是 周大龍 你最釋放 這個陷害人 太沒嘗試了 要是我呢 就 多幾個人下毒 然後一口一口定 是 偷工結合 這倆出了問題 大人 你可千萬不能放過這件事啊 他們 他們一定是為了省錢 所以才會在這 豬豆腐裡面下毒 只是 只是我男人剛好吃了中毒 大人 對 胡老闆 就是讓我把一味名貴的食材 換成廉價的食材 肯定是那位廉價的食材有毒 湖水晶啊 酸 這要是大家都吃了臭豆腐中毒了 犯下了滔天的大罪 大人 我是湖水晶的婆婆 真沒想到 她能犯下這如此的大罪 那我只能大一滅天 還請大人你 還請大人你 鹽草 大人 這阿妩的前後證詞 對不上了 他方才說 我是給李四下毒 現在又說 我是給所有人下毒 那我究竟是要給李四下毒 還是要毒害所有人呢 大人 是阿妩記錯了 胡老闆就是讓我換食材 那麼問題就來了 為何我給所有人下毒 偏偏 只有李四一人中毒了 這 這 相信大人聽他說好 已經發現了其中的問題 還望大人還我一個清保 大膽 栽贈陷害 還不速速招來 大行伺候 大人 大人 大人我招 胡老闆 胡老闆沒有讓我下毒 是別人給我錢 讓我陷害胡老闆的 我 大人 大人 我也招 我也招 也是有人讓我陷害胡老闆的 快說 是讓你陷害胡水清老闆的 是 是他們 你不說 好啊 原來是你們啊 一派胡言 沈青是我的兒媳婦 我怎麼能做出危害他的事 就是 我們可是一家人 就是你們 就是你們讓我陷害胡老闆的 都閉嘴 之前收好的演戲 為何我男人是真的中了毒 是誰下的毒 你找誰啊 是他們下的 你問我做事 我根本就沒下毒 上次的廚房保護嚴密 我根本就沒機會下毒啊 所以 是你們下的毒 你胡說 我撕了你的嘴 肅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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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冤枉啊 還請你臉茶就好 水清 弟妹啊 你快跟支付大人說說 我們可是一家人 我們怎麼會害你呢 那我給你 我跟你說啊 說話是要講證據的 沒有證據 就是誣陷 誰說沒有證據 這李寺 是使用了紅信石粉末耳朵 可這個藥品 一般人不會使用 昨日我在一間藥铺 查到了這個藥品過往幾乎 有障本為證據 來人 障本取回來 你胡說 大人 他真是誣陷 娘 我也會誣陷你嗎 你就是個不孝子 障本到 上來 大膽 你這逃奴限了 還陷害他人 最佳一等 來人 讓二人帶進去 仗星三十 一百判佩麗絲 二十兩銀子 其他人呢 共通退下 謝大人 謝大人 弟妹啊 弟妹 水清啊 我的好兒媳婦 方元 媽做錯了 你去原諒 你的親娘這一次吧 水清啊 你可跟這副男人 舅舅請 這三十板 會要了我們的命呀 水清啊 水清啊 方元 你別走啊水清 等等 盼培李斯達二十兩銀子 限你們三人類交旗 吳哥 用你們家產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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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沒神經 娘大嫂 你們又來幹什麼 水清沒在家 哎呀 哎呀 兒啊 娘沒有害那胡氏小賤人啊 都是他 給人家下爐不成 反而欠害我們呢 是啊 娘畢竟年紀大了 還要受這種苦 他們說讓我們賠償二十兩銀子 要是不賠償的話 茶茶飯家家產 所以你 你們是來要請 怎麼 娘和大嫂 是對官府的判決有疑問 那要不要 我現在去把知府大人請來 給你們深淵啊 你去讀書吧 只有我在 你在家 你 你在家呀 我怎麼不能在家啊 啊 我知道了 我這個就去把知府大人找來 哎哎 弟妹別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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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 水清啊 娘不是那意思 當了婊子還想立牌坊 又想要錢又想要污蔑我 弟妹啊 都是我們豬油蒙了心做了錯事 我們給你道歉啊 行 那說清楚了 水清呢 那錢你還沒給我們呢 那官府的賠償 我們拿不出來 那官府就派人抄家了 弟妹啊 你不是 這飯家家產都是你的嗎 這要是被查抄了 查抄了又怎 我又不在乎這電影 你 哎呀 我的天哪 我的命在這麼古啊 哎呦 大家快來看呢 天底下怎麼會有這麼各種的兒型 不 停 怎麼 要不要我把知府大人來喊過來看戲啊 你 現在一共有十五家分子算上紅印酒了 這個月的收入是 兩千兩銀子 利潤是一千兩百零六兩 早該想到的 以前辛辛苦苦一天也就賺幾兩銀子 現在就已經是當時的幾十倍 或者是上百倍的錢了 咱家現在正常 進行帶 哇好大的宅子呀 以前的大桌了 不緊張還去吧 這就是 完全屬於我們的宅子 以後你們姐妹兩個 每個人都能有屬於自己的一個房間了 嗯 嗯 我要這邊 我要這邊 只要喜歡 哪一間都行 我們也進去吧 世青 謝謝你 賺錢養家 本來是我的責任 這些都是我應該做的 醫生 我們睡覺吧 哎 去你大爺的滾 快趕緊給我滾 伯母 我和孟海是真心相愛的 誰是你伯母 你們胡家一家子都是窮酸鬼 呦 這點片里還想娶我女兒 我配我 可是我們兩家明明之前已經說好了 您怎麼能反悔呢 伯母 你這連錢都沒有 你都沒錢 你還想娶媳婦 你做你的春秋大夢去吧你 哼 伯母 伯母 小猴 姐 你這是怎麼了 你說 你對林家小姐兩情相悅 那你能為她做到什麼地步呢 為了她 我可以終身不娶 那她呢 你知道她的想法嗎 我相信她 老爹 這事姐一定幫你 走 去哪兒 當然去找那狗屁林家算賬了 姐 別心動 那林家我們惹不起 你這也太擔心了 我不顧家人反對 跑出來找你 你竟然光聽幻兒之下 和別的女子在這裡拉拉扯扯 胡憲好 算我看錯你了 哎 孟涵 不是你想的那樣 事情就是這樣 她是我親戚 姐姐 是我誤會你 沒事沒事 不知道 林小姐現在對我弟弟 是什麼想法 我心願想和 此生此事非他不見 孟涵 這是人家的 還有我 林小姐 別忘了 你爹娘現在 不同意你們兩個在一起啊 我東西都收拾好了 先好我們私奔吧 先好我們私奔吧 跑啊私奔 這該死的戀呢 什么脑 我说今天去这脑吧 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晚上吧 不用私奔 你们两个这么相爱 我这个做姐姐的 怎么能让你俩私奔呢 明天 我就带着金 去那个林家提亲去 真的吗 我们是来替内地提亲的 你这个穷酸鬼 你还敢来我们家 信不信我把你的鬼打蛇 张家二公子送来聘礼 猪肉半斤 白银十两 米一斗 伯母 今日我来向孟涵提亲 张公子 快请坐快请坐 这群穷酸鬼 连个像样的聘礼都拿不出来 还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娶我的女儿 赶紧滚了 哎 伯母 让他们进来官礼又如何 正好 让他们死心吧 张公子心善 好吧 就依你 暂留你们片刻 这是我今天的见面礼 伯母 小婿这聘礼 可还满意 满意 当然满意 你要是愿意的话 明天就可以成亲 娘 啊我不嫁给他 这事由不得你做主 不嫁给他 难道要嫁给那个穷鬼 我养了你十多年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 你可别忘了 你弟弟可还等着这些聘礼娶亲呢 沐寒 我们来聊聊婚礼的事情 我不喜欢你 沐寒 沐寒 放手 光天化日之下 你竟敢当众强强民女的 心里还有没有王国 哎 什么强强民女 我们都已经答应了 照您的说法 谁家给的敌礼多 他就嫁啥 谁不知道你们胡家 穷得叮当响 你们胡家拿得出这些聘礼啊 就谁说我们拿不出 上聘礼 放 胡家送来聘礼 猪肉两头 黄金十两 鸡两只 米两蛋 副食品 这 你们胡家 怎么可能送出这么厚重的聘礼啊 这些聘礼还满意吗 满意 满意 简直太满意了 胡公子 我女儿能嫁给你 真是八辈子兄来的福气 我现在就把孟涵叫给你 这不说好答应我的吗 赶紧滚 别在这儿破坏我女儿和米妻的感情 周老板 我都要看看 是谁敢跟我张家 狗RD抢媳妇 什么狗屁张家 听都没听说过 周老板 就是他们跟我抢媳妇 你们各得为我做主啊 原来是个小蝶子 这么抛头露脸 小蝶子 把你嘴给我放干净点 原来是个老畜生 难怪 你们敢当着周老板的面打我大哥 周老板 你还得给我们张家主持公道啊 胡老板 范姐元 我跟他们不熟 只是误过 周老板 你是不是搞错了 你怎么对一个女人 这么恭敬 女人怎么了 要不是胡老板 你们张家 恐怕早就沦落街头乞讨的地步 他旁边这位 是范姐元 胡老板 范姐元 知道还不赔罪 胡老板 范姐元 我错了 恕我有言 我冒犯了你 都怪我这傻兄弟 不该跟您弟弟抢媳妇 大哥 叫什么大哥 叫你都没有用 这林姑娘跟胡小兄弟 那才是天作之和 还不赶紧向胡老板和胡小兄弟道歉 周老板 我看 张阿三也不太适合再去经营分店了 迟早会闯下大祸 换了 以后啊 咱们分店再选经营人 一定要仔细考察 胡老板 范姐元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等胡小兄弟和林姑娘成亲 记得邀请我 我也讨一杯喜酒喝喝 告辞 告辞 姐 你是胡氏臭豆腐的创始人 她有姐夫 考上戒员了 等晚上回家 我就给你们炸臭豆腐吃 嗯 原来是胡老板 胡老板 我女儿 真是嫁了个好人家呀 那咱们以后 就是一家人了 记得要常来往 我姐是我姐 是我 你别想占我姐一点便宜 一家人别说两家话 都是一家人了 等等 你要是想要那些聘礼 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等孟涵 嫁给我弟弟以后 他就和你们连嫁了 再无关系 不行 那聘礼就别要了 行 都依你 反正迟早要嫁人 能拿到这么多聘礼 已经够了 也好 也好 你们先坐 我去看看聘礼 我去看看你们聊 好了 别难过了 这两天先住到我那去 过两天啊 我们又乔千叶 到时候 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把岳章岳不给接过来 明天就让晓晓去接 我也抽空回去 把娘和大嫂他们接过来 其实不用接他们 毕竟是你娘 乔千叶这种大事 我去接他们的话 让外人知道了 就说我们不像了 娘 听说弟妹在省城 跟大老板合作做生意 不知道赚钱吗 他赚什么钱呢 那是周老板 那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商人 他就是 我跟你说 给那湖水清下的套 你看着吧 到时候 那湖水清 才是赔的血本无归 就是 湖水清那女人 整日的抛头露面 简直就是不服 哦 首富的 吃饭呢 你刚才叫我什么 首富的 我抛头露面 不首富的 你大门不出 你首富的 我叫你首富的 是在夸你呢 你 你来干嘛 还带两个平钱货 该不会是没钱了 来打秋风吧 就你们这里叫打秋风 我家狗都不吃 你 你就酱嘴吧 哼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表面上看着 那破房子 还不如我们家 大爷二爷 我们家好吃的 香喷喷的白米饭 还有猪肉呢 你们两个赔闲货 吃不到吧 对 我们娘给我们做的 有猪肉腐 还有牛肉干 我也要吃 不给 阿奶 娘 我也要吃 她骗你的 谁家那么奢侈 用肉做零食吃 那都是用面粉做的 可难吃了 走 我们吃排骨先 娘 我就要猪肉腐 大爷二爷 你还不把零食拿出来 哎 猫 小的抢不过老的赖抢 你个贱妇 这么花钱 这家产早晚被你败光 就是 我的家产是我挣过 我就算败光了 也管补不着 我来是想告诉你们 我们搬新宅子 要办乔亲 那阔家你还办乔亲宴 我们不去 我怕丢人 你该不会是想借着乔亲宴 问我们要礼金吧 这不就是你们的事 我反正已经不知道了 范大娘 我听说 你们老二一家 在府城买了一座大宅子 怎么没借你去小福啊 真买了大宅子 他怎么那么有钱 你家老二媳妇 还给他娘家弟弟 花了一百多两银子 娶媳妇那 什么 没家娘们 我儿子的钱 养他娘家人 真是犯了天 不行 这是我儿子的钱 绝不能让他娘家人化 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希望我们家 能一直种幸福 胡老板 范介远 这是我寻来上等的发财术 祝贺你们裁员广进 周老板客气了 好 水晶 方圆 今天是你们桥牵新居的大喜 也不知道你们缺些什么 为娘啊 给你们绣了一个棉被枕头 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别嫌弃啊 你们能来就很好 怎么会嫌弃呢 欢迎 打压二压 阿姐 恭喜你们 喜千新居 我和孟涵能够在一起 多亏了你们 一百五十两银子 我会尽快赚钱还给你 这是借条 好 那你可要好好努力 既然现在人都到齐了 那我们就先进去吧 我的老天爷 这也太豪华了 这房子 真宽敞 哎呦 娘 我儿子真是命苦啊 怎么娶了这样的贱妇 她把这家产 都拿给她娘家去 哎呦 我们范家真是家门不幸啊 怎么贪上了这么个 恶毒的儿媳妇啊 就是 平日里 她不把我这老太婆 放在眼里 也就算了 这乔贤这大事 她 她就只顾她娘家人 娘 大嫂 你们这是做什么 娘 这话说的可没良心 当初我可是带着大鸭二鸭 亲自过去请你的 是你们自己不来 就是就是 我们去请了 阿奶和大娘的 阿奶还抢我们临时的 哎 那是你们激我们的 让我们不来 除非 五个姐夫 给我下跪道歉 然后 再帮我背到宴会厅 否则 我就不走了 胡水清 你还不赶紧给娘道歉 要是把娘的身子气坏了 你担得了这个责任吗你 娘 今天是我们乔迁大喜 不如这样 我背你进去 老二 你真是那娶了媳妇忘了娘 这儿媳妇给婆婆下跪 那是天经地义 今天她要是不给我下跪 我 我就碰死在你这儿 娘 我就不服了 娘 我不服了 继续演 今天我这桥仙院不办了 咱们看谁好得过谁 弟妹 你这是诚心坏死娘你 老毒妇 你们是气人太甚了 娘 我女儿嫁到你们老范家 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我 我老婆子也不是好惹的 你们到现在还想欺负她 拿不了一命地一命 让我女儿嫁 还要好日子 你敢骂我 一窝的废物 就是 吴家穷得叮当响 连娶媳妇的钱都拿不出来 我们范家可发达 我儿子靠上了戒缘 你们老胡家高攀我 就是 吴水晶不敢恩也就算了 他还居然拿出一百两银子 母亲娘家弟弟娶媳妇 什么 花了一百多两银子 给弟弟娶媳妇 这吴老板这么帮娘家 却对婆家不管路 别太不适 这只是表面的 背地里还不知拿了多少 胡说 我们家 从来没跟水晶拿过一分钱 你还有大娘 那你可要问问你这个宝贝儿子了 娘 阿姐是拿了一百五十两银子给我去 媳妇 你 娘 快去找大夫 这下可没什么说的了吧 我本来不想跟你们说 但你们实在是欺人太帅 我是给我弟弟提起媳妇的钱 不过这钱 他是贱 这是贱据 我来看 这的确是贱据 一百五十两银子五年内归还 就算是贱 谁知道还会不会 就是 我无限行 将来要是不管阿姐是一百五十两银子的话 我就天打雷匹不得好死 这下你们总信了吧 不就是借个钱吗 终归是瞒着小书 花钱给娘家补贴 就是 这些钱可都是我儿子赚的 你凭啥自作主张 给你娘家 我借给我弟弟钱的时候 你儿子就在旁边 至于你说了什么 你儿子挣的钱 你可以亲口问问他 这钱到底是谁 小秀子借钱的事 我的确知道 我们家能有今天这幅光景 多亏了谁情 这钱都是他赚的 就算是他赚的 但是那做臭豆腐 肯定是你想出来的 就凭他的劲 怎么可能做臭豆腐 就是 胡水清一定是见了小书的光 这臭豆腐也是水清想出来的 我做饭那么难吃 怎么可能做成臭豆腐 要不是水清 我怎么可能有时间好好学习 考上戒缘 这么说是咱错怪胡老板 胡老板真是比男子还厉害 倒是这婆家颠倒黑白 极度儿媳妇 她就是见不得人家儿媳不好 专门过来捣乱 你这个贱妇 都是你 坏了 老二 你给他挡着干嘛 你个老妖婆 你对自己亲生儿子这么很嫌 你个贱妇 你竟敢让我二儿子给你挡着 好 我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 我 我 够了 今天是我们家乔迁大喜 既然你们不愿意参加 那就赶紧回去吧 各位亲朋好友们 不好意思 一些家事 让各位见笑 娘 请 好 请 娘 老二 你 娘 这湖水情简直气人太甚 还有小叔 他居然只相信湖水情 连娘您的话都不信了 肯定是那贱妇 省什么妖法 把我儿子迷惑成这样 范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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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你家老大出事了 你五鸭嘴 你家孩子才出事吧 哎呀 你家铁柱打碎了皇上的骨骑 被抓起来了 他们还说有五千两鸭鸭子 不然就砍头 哦 娘 范大娘 范大娘 你赶紧想办法救人 哦 娘 铁柱 你快想办法救救天柱吧 还要赔五千两银子 照顾水晶 他有钱 你们两个又搞什么鬼 弟妹啊 眼下只有你能救你大哥了 水晶 妈妈之前错了 妈给你赔礼了 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娘 大哥出什么事 你大哥做工打坏了供费 要赔五千两银子 不然就被砍头了 五千两 你还是另行高明吗 大哥打坏了供费 只能赔五千两银子 沈青啊 大嫂跟你跪下了 你大哥要是死了 我们这个家以后 可怎么活下去 老二啊 他可是你大哥 长胸如腹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行啊 大哥 我可以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就是范家的家产 家产 砸锅卖铁才能凑得到 我要是都给了 以后我们怎么生活 要不是看在一家人的份上 我才不会做这种亏本的事 娘 你就应了水清吧 你 你在犹豫 可就晚了 娘 哦 水清 你辛苦了这么多时日 才康康攒下这些家产 大哥自己做错了事 也要他自己受 哎 相公 这毕竟是和你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兄弟啊 怎么能见死不救 不行 我们已经分家了 要是散尽了钱财 我们一家如何生活 不用多说 这个家还是我做出 大哥的事 我们管不了 娘 大嫂 不是我不想帮你 实在是 娘 铁柱可是你的大儿子 要是铁柱没了 要是要给你养老送中 哎呀 行 我答应便是 但是 房子不能给你 没问题 胡水清 你别想着反悔 到时候 我饶不了你 放心吧 我可不像你 言而无信 哎 官爷 官爷 人子已经借来了 还请您 请您放过我家男人 你要是来了再晚点 你男人肯定会让我卡 你要借住啊 官爷 这五千两银子 毕竟不是小数目 弟妹 带银子了吗 看什么看 把银子拿出来把人带走 看来跟我猜的八点位置 一里八点 他真是碰到一所好戏 银子 什么银子 你耍我 没银子 人你们可带不走 胡水清 我男人要是死了 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的 你怎么那么蠢呢 我有收获不救他们 你敢砍他试试 他要死 你也跑不了 敢威胁我 你信不信 我把你们都砍了 谁砍 我来的可爱奇事 徐后头 你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若不是范举人 今日告知 怕是要做出三方无辜人命 他们可是恶人先告状 这个范铁柱打碎的瓷器 我是来找他赔偿的 还不知是否是公平瓷器 你竟敢要价五千两年 你可敢将那瓷器的碎片拿出来 让徐 那瓷器都打碎了 我就把它清理了 再说 打碎供品那可是重点 师傅大人来了 都该不了这个责任 李大壮 那瓷器碎片 没错 找不回来了 找不回来了 好 那这会儿 我赔了 居然这么轻易遭遇我 你猜 这 王王 不是 你脑子进水了你 你看他就是个作死心虚的爷 就是 明明是他做错了事 凭什么还要倒给他银子 徐骨头 我付了这五千两 那这瓷器是不是也该归 理应如此 那便好吧 李大壮 你未定我允许 扇子将我瓷器碎片清理 你 你是否也应该赔偿我白银五千 好 哎 不对 你这五千两上位赔给我 那我们就可以抵消了呀 怎么能抵消呢 这瓷器是贡品 赔偿是我与圣少之间的事情 和你有什么 哎你放肆 我是负责人 这银子本来应该赔给我 瓷器是贡品 赔偿自然也应该是赔给皇上 赔给你 赔给你 徐步头 这蠢蠢的污蔑 我怎么可能是反贼呢 胡老板 你别逗三尽尺啊 哎 行 哎呦 不是精 人家不让赔偿就算了 你别再惹 牵连我们 我就对不起 你能拿我自己 不然 你去找皇上呀 你 你 到底是单纯的设计线 还是坚守其方 找知识 你胡说八道 这蠢蠢是污蔑 污蔑 赵 哈哈哈哈 跟我走一趟吧 哈哈哈哈 哎徐步头 水性黑语见识 想要徐步头 帮忙做一下见证 方才我婆婆说 只要我救下范铁柱 变加范家的家产 全数交易 什么 你根本就没坏影子 才 难不成 是想此爱 哎呀 方圆 我是你娘啊 你能忍心看着我 无家可归流浪街头吗 无需多言 我不管 不管这小姐 你就是大不孝 这字迹上 都写得明明白白 言而无信 当初一九行 好 但是 你可想清楚 我答应便是你 你心见 你别的一太子 奔家家产是我呢 大鸭二鸭 时候不早了 快去休息吧 明天娘就带你们 去学堂念书 娘亲 你已经给我们 准备好学堂了 当然了 不过 你们要是 睡过了的话 那可就难说了 嗯 好耶 我们马上就去睡觉 不打扰娘亲和爹爹 办正事了 哈哈 办正事 也不知道 这两丫头 究竟随了谁 对了娘子 对于家产 你是否也有了计划 当然了 后山的煤矿 我已经看好了 正好 要进入冬季 所以 我准备做煤炭的生意 煤炭 虽说这煤炭烧起来暖和 但烟雾过多 一般人家不会使用 况且现在 家家户户都有木炭和柴火 这煤炭 该如何卖出去 天有不错风云 今年的冬天 只凭木炭 怕这不太够 放心吧 你娘子我什么时候做的错误的决定 既如此 为父相信你 娘子就辛苦了 我们呢 都是为了 美好的未来生活而奋斗 等做完了这招煤炭生液 咱们就有钱了 到时候 你负责理想 我负责赚钱养家 我们一起努力 过好日子 娘子 谢谢你 夜深了 该努力了 努力什么 当然是为未来美好生活努力了 气死我了 你 还有你 那个没用的东西 范家辛苦积攒了这么久的家业 全给那个小贱人做了家业 真是气死我了 娘 这 这也怪不得我呢 谁能想到 那李大壮竟敢陷害我 况且 若是没有避命 我只怕已经 我不管 这口恶气不出 我岂是难 娘 我听大宝说 大压二压 今日似乎去四叔报到了 我倒是用一计 既可以替您出这口恶气 说不定了 还能逃点好处呢 说来听听 先这样 好 好 就这么办 浮水机 这可是你自找的 娘去跟先生聊聊你照顾好妹妹啊好的娘我一定照顾好妹妹去吧 大宝 娘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记住了 回来有红烧肉吃 你个小蝉猫就知道吃 哎呀 那个新来的公子啊 是赵志福手下的红人 许文通许公子 听明白了吗 娘我明白了 哎呦我大孙子 你看 哎 行了 许文通来了 儿子赶紧去啊 哎 我的糖葫芦 你为什么敲我糖葫芦 我们不是故意的 是有人推我们 我都看到了 就是你们推的许文通 大鸭二鸭 家就算穷也不能想别人的糖葫芦吃吧 原来是两个小乞丐 大宝你认识他们吗 他们是我叔叔家的女儿 他们家拿毛房里面的屎卖给别人家吃呢 还给别人家下毒呢 我娘都不让我跟他们玩 大宝你胡说 我们卖的是臭豆腐 闻着臭吃着香 你娘才是卖大粪的 就是大宝队的我 我可是你堂哥 虽然我能不让我跟你们玩 但是你也不能污蔑我推你们吧 对 我才不相信小乞丐呢 那可 不许欺负我妹妹 你个赔钱货 一个女孩子这么粗辱 小心以后嫁不出去 我爹可是虚布头 赶紧给我挂一下 让我打回来 我让我爹把你们都抓了 虚布头那么好 怎么会随便抓人 二丫我们走 去找娘 大鸭二丫 你们两个还不快点给许文童赔礼道歉 要是折折了虚布头 你们家可要惨了 站住 过去走 娘 他们欺负我 范举人 我家知府大人邀请你 今晚前往参加宴会 不知你是否有时间 即使赵知府邀请 我定要赴约 只是我夫人带着女儿去学堂 我需要先去告知医生 那我同您一起前往吧 正好我儿子也在学堂念书 我去看看他是否用功 那便一同请去吧 请 哎呦我的好大儿 哪里伤着了还疼不疼 你们两个坏丫头 竟然敢欺负我儿子 我们没有欺负他 我都看到了 就是你们想许文通的桃胡乱 还推他 岂有此理 两个没有教养的坏丫头 今天我就替你们爹娘 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小剑种敢咬我 住手 谁敢欺负我女儿 你就这两个小剑种的娘 教出这两个小剑种 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怎么还敢动手啊 我们没有欺负他 虽然他们是我堂妹 但是我不会偏袒他 我就是看到他们欺负许文通 他们就像小狗一样 咬许文通的亲娘 我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是他想欺负阿姐的 您相信我 范大宝 说谎的小孩 可是要推一千个阵 我我没有说谎 亲娘说了 这可是要大一面亲的 他们欺负我 抢我的冰糖葫芦 还推我呢 我女儿需要抢你的糖葫芦 以我们家的资质 想吃糖葫芦 整条街都能给你买下来 你 你们家这两个贱丫头 也配来学糖念书 我们家文通将来可是有好状元的 万一被他们影响了 不担当得起责任吗 就你们家这货子 我口状 赶紧回家口罚阿姆 你我可告诉你 我家男人可是在赵之谷身边的风产 对赵之谷身边的红人 你现在赶紧跪下给我道歉 不然我把你们全家都抓起来 好 我在这都找 看你怎么抓我 相公你怎么来了 相公 那个小贱种欺负我和通儿 你赶紧把他们抓起来 闭嘴 你敢打我 你个窝囊废 你任由别人欺负你婆娘和儿子就算了 你还敢打我 我要跟你合理 闭嘴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这位可是 去年相识投名范界源 连知府大人都十分看重 至于他的妻子胡老板 就连红韵酒楼的周老板都十分敬重 什么 胡老板 我 我错了 是我有眼无珠了 怎么 因为我是范界源妻 才道歉 若我是个普通人 今天岂不需要被欺负死 岂不通 今日之事无关我身份 我娘子是个对的 若今天站在这里的是个平民老百姓 该如何 范界源 今日之事 确实我对齐儿管教不严 还不快道歉 倒了 知道了 文头 赶紧给他们道歉 大鸭 二鸭 我错了 对不起 乖 先回家 范大宝 今日就罚你打十下手板 当着学堂所有学生的面 向大鸭二鸭道歉 不是我 是我娘 她让我这么做的 你知道大宝做的怎么样吗 我这心里啊 总是吐吐吐的 觉得不对劲啊 怎么 咱们家大宝 是那两个臭丫头能比的吗 没准这一会儿 已经让许夫人气急败坏的 找那个胡顺青小贱人 麻烦去了 好啊 果然是你们两个贱人在背后勾碎 哎 许夫人来了 许夫人 您找我们有何贵干 你们两个贱人 背后教唆孩子 害得我差点得罪了范府的借员和胡老板 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们 透露我这口恶气 许夫人呀 你你会不会是搞错了呀 还敢装傻是吧 范大宝都说了 哎呀 徐夫人啊 你肯定是搞错 是啊 那一定是点湖水清的心情 可污蔑我 还敢污蔑胡老板 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们 徐夫人 哎 范取人 知府大人的宴会快要开始 你跟夫人交代一下 知青 我一会儿要去参加知府大人的宴会 别下去 我也能去吗 当然可以 此次宴会是可以携带家眷的 夫人既是范建元的妻子 又是大名鼎鼎的胡老板 知府大人定然欢迎 好 正好我也想见识见识 这知府大人的宴会 爹爹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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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想去 我们也想去 那边一堵进去 想 请 房子好大呀 比我们的新家还大 这些吃食都好精致啊 累了娘亲 爹爹呢 爹爹去找赵知府了 天赖之夜 刘小姐不愧是 刘举人的亲妹妹 这一手秦义府的 简直是出神入化呀 娘这好听嘛 没有娘你缠到好听 我困了 哪里来的野丫头 真是大言不参 竟敢妄自评判 我家小姐的情境 刘小姐 抱歉 小女童言无忌 还请见谅 原来是几个乞丐呀 你们赶紧跪下 让我家小姐道歉 我们不是乞丐 鸡 可是赵知府宴起书院学祠参加 你们几个乞丐是如何混进来的 把他们衣服扒光了 扔出去 注意 别偷了府上的东西 我们没打算考试 但刘小姐说话未明也太难听了 我们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我女儿说不好听 那就是不好听 你还都是不好听 就是就是 那你们定人 已经听过更好的曲子了 我今日便给你一个机会 倘若你弹得出更好的曲子 我就放过你了 否则 我要你们全家 当公帝 惹人真是不自量 竟然敢当众之意 谁认不知刘小姐的情意 可是冠绝成虎啊 这位夫人 你是比不过刘小姐的 我劝你啊 早点给刘小姐道歉磕头 怎么 不敢了 谁说我不敢了 我倒要看看 你一个乡野村府 如何能弹奏出更好的曲子 方才你说 若是我输了 就给你当努力 那 如果你输了 若我输了 便一样 给你当努力 好 извини 答案 答案 原因 第一 你 好 劉小姐覺得如何好聽好聽 娘真厲害 這才是好聽的曲子 詞曲只因天上人間哪得幾回無 這記憶 卻在劉小姐之上 劉小姐這次怕是輸定 五十多年級 劉小姐 劉小姐 現在乾脆禮行承諾了 這怎麼可能 這怎麼剛才比我家小姐還好聽 您是何必 我剛才 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演奏 用的琴 也是劉小姐的琴 你若是說我做的 那劉小姐 這怎麼可能偷命 還謝謝劉小姐的一些承諾 那我就劉幣吧 我家小姐 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劉小姐 算是我家小姐 雙邊的 拿了銀子都趕緊走吧 你當我缺你這十兩銀子 你這兒不離開呢 要不你別給我磕一個 別太過分 老大 下不來台的 不是你 過分 是你那些過分 真當我好欺負啊 劉小姐 不是我勸你還是見過優雅 劉姑娘還是優雅 劉姑娘還是優雅 親密 你為什麼欺負 我管你什麼背景 你要是背景 我問我 今天就要你看看 媽媽為什麼這樣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 誰敢欺負我小妹 啊 你怎麼欺負我啊 你為什麼欺負我 我欺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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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白當你欺負你 還可以 你為什麼欺負你 你為什麼欺負你 大家都聽到了 她說了我 我欺負你 她想反愛 還 還 還快動她 我欺負你了 我欺負你 好 我欺負你 人們跟我欺負你 攝影看 太 LIFE了 嘖 我買沒有你 taught ji 我們都與他道歉了 可他還是故意不饒想要救助我們 他好安心 他是我的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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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 声 聲 聲 聲 我叫他 你来吧 我刚有事 你真的聞我 你 你 我眼睛 我眼睛 你跟你眼睛 也怕 有些人在誓死一道能造一口是能風造一 這一點就連吃菜也不是親自誇獎 行不行和鼻子嘴上說說不如是誰 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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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ma destru事 8万1 0万1 0万2 田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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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 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 奈亚不财 但戴下依然认为范介元所做的事 要比刘举人所做的事 好上 被 护上 你 你吹 你 好 好 美丽 山堤 鹿 羽毛 柳外花梅 又一分啊 好啊 这是不是怕她荧荒千五啊 绝对不可能 可能 你不可能就是这个事 有力 你怎么 对啊 她弹琴 我妹妹出给了我 现在 解释 可是我像 有没有说是她狗 不可能是别人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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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因为我像我马上同时撞院了呀 不许 我们也可以去唱唱 看看有没有人 做过相同的事 你会不会要像你妹妹一样 那你先成功 不要 你快去 那咱们 不妄忍 9 9 我看谁敢 1 1 2 2 2 你不信 你留一字 三字大碗 不安 你以為有記號在這裏頭上的臉皮嗎 這裏頭就壞了 肺就這樣不一樣 死死後悖其實以這種戰術系列之外 如果我要你把這裏頭的東西 難不成 就是造成麻煩 厚老人 范电员和范图人大量 不能幸福接过 还不敢一道歉 让每人给范电员三千皇上 什麼 又可以給他們三十籃子 什麼 那一條路不要去給關鍵員交到腰化 要來人 所見人 定不定期 被你保險 山出水 入完化無果子 入完電源 免得緊緊乾燥 一切除大一切 這人果然是碰碳行 行啊 不過馬上過冬天了 我也可以開始實施我的灘景 這邊火鍋的門是幾個小時 是 之前發現了 答對了 胡老闆聽不懂 周老闆 現在正想 問問想不想 是 還可以 不過這種煤的 不是沒有成限的 是改良過後 進行 而且價格利益 相信到時候 必能買得欲 我相信很老闆 那周老闆 招工的事就交给你了 招工的东西 包在我身上 周老闆 我还有一个小的要求 我希望在招工的时候 多招一些流铃 价钱可以高些 也可以以东代称 天气气寒 街上的流铃越来越多 能帮一点事业 想不到我们老闆心理 您放心 我请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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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慢点 慢点啊 娘 二弟 弟妹 上次你们救了我 都还没好好感谢你们呢 是啊 弟妹啊 我们这次来呀 就是专程来感谢你们的 感谢就是让你家范大宝 诬陷我女儿 那都是误会啊 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啊 方元呢 之前 是妈犯糊涂了 才对水晶说了些 不该说的话 但 你跟铁柱 那好歹也是 心有敌 你能不能 劝劝水晶 给铁柱在矿山里留个机会啊 感情是来我们家打秋风的 弟妹啊 这怎么能是打秋风呢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这生意越做越大 何该帮帮你大哥 也是应该的呀 是啊 水晶啊 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呢 那猪大龙 好歹他是外人 我们也不求别的 让你大哥 在矿场呢 当个管事的 我跟你说呀 你大哥呀 可有能力了 以后啊 他肯定能取代猪大龙 我倒是觉得 这外人好像比家人要好一点 况且 你哪这眼睛觉得 铁柱比周大龙好得多呢 小叔 你就帮帮你大哥吧 自从上次那件事之后 你大哥一直找不到工作 只能在家里帮忙做些杂活 根本不赚钱啊 是啊 老二 你是一家之主啊 你得帮帮你大哥啊 娘 当初我们被赶紧家门了 宣无分文的事 你们怎么不说荒谱 既然你们无情 那就别怪我们无义 后山的财产 是我们的 后山也是我们的 对 我们要拿回来 是我们的 娘 别忘 当初可是你把地址 现在都送我 我不管 不给 不给 那我们就自己拿 别出去画 上 好 你们要干什么 哎你个小屁见惑 鬼边去 相公不用了 让他们翻 今日徐骨头应该在外许间 大家去把徐骨头找来 今日我定要定他们个巧劫的罪 好嘞我这就去找徐骨头 哎哎快拉着他 哎哎哎哎哎 哎娘娘娘娘 你个贱人这个大娘大哥话可不得乱说 你哪就愿意看见我打人了你你你 哪个 你还想讨厌一臣 徐骨头马上就到了 这件事绝不会像上次一样简单 我不管 赶紧把地气给我拿回来 娘 地气 我们早就放在钱庄子 拿不了 什么 你们真该死啊 天出情话 我们走 好 哎 真以为我们家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怎么 还想拦我们 走 何人打赶光天花日之际 上次的精彩走 绝骨头 我不是这样的 我们我们没有擅闯民宅 哎 是啊 徐骨头 咱们上次见过面了 这是我儿子家 我们就是来串门 走亲戚的 都怪那死丫子 他乱抱过 麻烦你了他 没事的 您请回吧 赶紧远 这 徐骨头 我们早已分家 今日 他们擅闯民宅 还请徐骨头 禀宫之后 你 光天花日之下 擅闯民宅 全部带走 娘 徐骨头 今日麻烦了 哎 不麻烦 不麻烦 能为范介约做事 是我的荣幸 那我先走了 走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这老二 还不像话 全向着他那个小贱人 娘 我早就说过了 那湖水清呀 就是个狐狸精 也不知道给老二 灌了什么迷魂汤 娘 我看小叔啊 现在对他亲大哥 都不在乎 不行 别不想这口恶气 你 那 这老二 现在可是技师大人 还有知府大人 这正是 你们 我怎么办呢 那又如何 再在这 他只是一个戒严而已 那 您这是 想到办法了 现在 现在 吴泉清 不是在挖什么梦 梦 一招那么多灵灵 哼 如果这里 要出个什么 要出个什么 日厚 我看他知府大人 还保不保不住 娘 姜还是老的辣呀 哈哈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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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跟着 событиях 在哪里有观点 对对对 对对对 在哪里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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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观点 在哪里有观点 我观点 我就大为观点 会访来 你问我是观点 我想见 我想 وہ没观点 那没有观点 我要观点 我过去 你看到了 我给没观点 我没有观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是左左的 我把那矿度的左边给看出来了 其实我找的那个车子一般人全会看不出来 可是装作合适吗 这些是不清楚的 不 拿着这五水星舍手一活根本就不存在活 好 贵是我的儿子 我的字架 那行 我让他开心 只需三天 矿场去弄住粮 又会继续 导致塌方 到时候出了事 咱们 行 带上货是他人性命的帮助 哈哈哈 找 找儿子 你要给你做好吃的 嗯 请保险 乡满 跑了 跑 跑 跑 什么 这么大了 你这矿场发出矿难 别当老板的 趁着大人在 还不赶紧的 我认错 妹妹啊 这些不人才是 如果刘敏都我听 这像看见头 古水灶 你这矿难 你知道有多少活生生的生命啊 事情的真相还没有查清楚 跟着什么 徐伯多已经这情况要查清楚 这下看你还有什么可解释 好 好 好吧 那我们修备过了 我 你赶紧把这罪犯抓起来 放心 我们家绝对是大姨灭心 别不太胡道 就是 我 我 想放黑警点 东西人表 我会冲死他 我 该不会比较偏袋他们吧 因为从离的有点远 不可能 不可能啊 空洞天单怎么可能无人签我 行 你可要说实话 我 难道也要听了 我们知道是古水灶 用一件手改的你 古水灶 还敢收买不头 这真是无法管理的 你说话还要讲证据 我 爽了 你也告诉你 你 看 我们这都现场看 你捏不住 你 之前明明有人在 许晃 肯定是他们野蛮的真相 对 他们怕担责 再痛一点 你们也都看到了 这处坍塌的坑洞 没有 什么 师傅 是 吴水灶 就是那野蛮真相 根本就不是今天看他的那种狂暴 那种狂暴 被我用斧头批电 但是这种狂暴 根本就没有被斧头批电的痕迹 也是 不是 不是我 你哭我 看来真正已经 去拿他吧 等你们 我们再走 你们呀 你不能这么对我们呀 今天冬天 怕是比以往要寒冷许多 煤炭和柴火 也涨价了许多 难怪百姓都买不起 还好娘子 弄出这些煤炭 煤炭价格低廉 不知救活了多少关心 那 也还要感谢相公 要不是你大义灭亲 把娘他们送进了间里 还不知道他们要弄出什么药物 只是过了这个冬天 我就要紧紧赶讨论 相公 你就安心去考状元吧 家里有我在 你放心 我们再去拜一次 好 我会想你 相公 此去京城 路途遥远 路上千万要注意安全 我给你准备了一千两银票 千万别省着花钱 一千两 我用不了这么多吧 京城路途遥远 还是得顾量马车 况且万一遇到歹人什么的 好歹也能花钱买面 那我去收下 爹爹 这是我和二鸭给你准备的 我们没有娘亲有钱 就给你准备了一些果干和肉腐 如果路上没有客栈 好歹也不会饿着 стоит 爹爹 我and皆さん把所有的零食 都给你装上了 那你就说说促 Bomb 哎二鸭 爹爹定会种个状元 it 哎 ребен 哦 någon 看一下 我要对 在股前空外 好嘞 弟弟也走远了 咱们也服务吧 哎 小娘子 哈哈哈 公子可是要前往京城 我是静静胆口的靴子 求求救我 公子 我们两个回家省亲 路遇歹徒 家里都走散了 公子能否烧我们一程 公子放心 如果到了京城 我弟会好好打谢公子的 我不是想要小姐你的打谢 我自己都不建议公子何需如此介怀 难道公子 真的很心教我一个弱女子 好奇在这荒野之中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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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我娘怎么样 我娘怎么样 该不会出现什么绝症吧 你个小机灵鬼别瞎说 你娘我是你好着呢 恭喜夫人 恭喜了 有喜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给我们生弟弟妹妹了 真的 我要有弟弟妹妹了 大夫 你真的没有诊子吗 哎 夫人放心 老父行医启食你 这点面相 还是能看清的 夫人这身孕已经 一月有抑 大雅 快 去我去员洗钱 送送老大雅 谢夫人 谢夫人 相公 我有深院了 等你回来 一定要给你个惊喜 怎么心突然扑通扑通跳了起来 是你在想我吗 范公子 有什么事吗 元哥哥 我来看看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叶小姐 我已经跟你说过 男女受受不起 请你不要随意请我 范芳元 我们家小姐可是丞相之女 能进你这里是看得起你 我宁愿你们看不起 你 你 闭嘴 月可 我在相府给你准备了一间宽敞的院子 在那里你更能安心读书 你为何不愿去 只要叶小姐不打扰我 我自然能够安心看书 况且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 我已有妻女 我不可能抛弃妻女和你成婚 远哥哥你误会我了 你这是嫌弃我吗 我只是想 报答你的救命之恩而已 这是我亲手准备的饭菜 你尝尝可还好口味 范芳元 你别太过分 丞相之女亲手做的饭菜 是多少人求都求之不得的 既然有那么多人喜欢 那边去哪里吃 在我眼中 除了我妻子做的饭 其他的饭都不对你 不过已经求了 你 远哥哥这么细细念念你的妻子 想必你的妻子一定出生名门 是端庄贤淑的贤妻吧 那倒不是 她只是出自徒库之家 算不上端庄贤淑 更谈不上世俗标准的贤妻 只是她爱我 我爱她 既然叶小姐如此喜欢的妻子 那我去站 范芳还有处用 本小姐堂堂相府千金 都为她卑躬屈起到这个地步了 她竟然还心心念念 那一介图护之女 那小姐人魅力变这么大吗 茶 给我去茶 我都要看看小姐是什么样的女人 能够让她心情念念到这个地步 娘 娘亲 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弟弟妹妹在动啊 这在一个多月 你弟弟妹妹都还没成型呢 谁可以动啊 哎 弟弟妹妹踢我了 是不是她们最习惯我呀 你胡说 娘亲都说了 弟弟妹妹还不会动 我没有骗人 弟弟妹妹就是更喜欢我 我信你问娘亲 好了 你们两个小鬼头都喜欢你行了吧 哈哈哈 娘亲 弟弟什么时候回来我想弟弟了 我也想 不知道爹爹那些零食吃完了没有 会不会给我留点 你个小吃货 别想你们 你 那我已经 他快要科考了 到时候呢 你们爹爹就会穿着大红衣 骑着骑马回来了 爹爹为什么要穿着大红衣骑着骑马回来 因为那样就是你们爹爹考上状怨了 这一甲公民的范方圆范公只是何人 你们之前从未请 是啊 感觉会是此次会使最大的一定率吧 本次便是皇上钦点的状元 竟然是他